只要不要放棄 我覺得就永遠都有機會 今天來到明人說生活的這一位呢 有的罪證經理的稱號 不要這麼說 拜託 真的不要這麼說 罪證經理就是我們的孟潔 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潔 你有覺得罪證經理這個title壓力很大嗎 我覺得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沒有 對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到很正 然後因為每一個新聞都會有這個稱號 你這樣子對面那一位會壓力更大 對面那一位 對面那一位很對的經理啊 會嗎 會啊 當然會啊 因為他也很想要被稱為 他是最可愛 這樣可以吧 可是我後來發現新聞好像只要是 經理都會寫罪證經理 喔 不管是不是是誰這樣 所以我就有就是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很多觀眾會很好奇的是 經理的職位都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經理的職位不外乎就是大家 電視上看到的就是可能 地水 毛巾 衛生紙 然後記錄一些成績 對 然後還有就是 觀察隊員的個性 狀態 對 然後就適時的去做一些 安慰啊或者是鼓勵等等的 那如果第三季還有經理的職位有缺人 你會繼續嗎 我會自高慎勇 也可以 那如果選手的職位有缺人 你 選手嗎 對 為什麼有考慮 為什麼有考慮 沒有 因為我其實不太能 就是運動 太激烈的運動 其實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也還沒播嘛 因為我們有出去六福村玩 然後其實孟姐也不能 做一些很恐怖的遊樂設施 對 但不是因為害怕 是因為我有那個耳屎脫落症 對 對 就是會造成暈眩 對啊 所以 我跳舞其實也不能甩頭 喔 只能微甩這樣 對 就是微微的 大動作都不行 難怪我們平常看你們在練舞的時候 都只有一些手啊 腳啊 身體 有啦 還是有一些比較 有頭的是其他人這樣 對對對 就會給其他人 那個位置就會給其他人這樣 那因為你在我們全民心 你都沒有幫我們應援過啊 有吧 很少 有啦 就是因為你們在場上運動 所以你們沒有看到 我們在旁邊應援 我們沒有在聽是不是 對 我們在旁邊 就是CCC什麼的 然後你們就是 對 你們直接這樣子 就是 耳朵都關起來是不是 對啊 是淺姐跟你講說 我們耳朵都關起來嗎 沒有 看得出來 因為我覺得 剛提到的就是 紅隊跟藍隊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互相抗衡的嘛 那經理這件事情 也會被拿來比較 然後領隊這件事情 也會被拿出來比較 那你覺得你跟淺姐在一起 你有覺得壓力很大嗎 應該是說 因為淺姐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決定 然後當然她的決定 也都一直都是正確的 譬如說她覺得 這個比賽誰上 誰會成功 那那個人真的就成功了 對 她很妙 她有一個吸引力法 她是預言家 就是 但你都怎麼跟她相處 淺姐如果說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做什麼 做什麼這樣 就我不太 我不太敢給太多意見 那你有想像過 如果某一季你們被交換了呢 你有想像過這一次嗎 我真的不敢想像耶 你說你跟佳鴻姐會有多安靜這樣嗎 對對對 兩個人就一直看著前方 然後就是沒有在互動這樣 互看這樣 然後也不知道接下來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製作單位安排的吧 就是一個比較近 一個比較動這樣子 可是其實一開始製作單位也不知道 會有這樣的化學變化 大家一開始都不知道我們的個性是什麼 然後 真實的性格這樣 但我覺得就很剛好 你看喔 現在已經過了兩季了嘛 第一季跟第二季 你自己有覺得 我們的氛圍跟Blue Ring的氛圍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兩隊的個性跟氣氛 其實真的超級不一樣 超級不一樣嗎 超級不一樣 像第一屆那個Tim Blue 差點講個Blue Ring 喊你猴頭 我跟你說 跟我忘記我們的名字 Tim Blue的話 因為我們有爸爸跟媽媽 就是有一位哥然後跟CC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一個家庭 不能越舉的一個家庭 我們是有階級制度的 階級然後有一些規矩的 然後Blue Ring的話 我覺得比較像同學 一群同學的概念 可是有刀哥不是嗎 可是因為刀哥也蠻小朋友的 我這樣講的 不會啊 就是蠻可愛的 就是很小朋友的個性 就是很融入大家 就很像一群同學 那你有覺得誰的落差很大嗎 就是在認識之前跟認識之後 那我先講Tim Blue Tim Blue我覺得 其實你就是跟我想像中還蠻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在錄影之前 我們工作就有遇過了不是嗎 對可是因為你工作就是比較偏 偏文靜氣質這樣 就是很靜靜的這樣 可能訪問這樣之類 可是比賽你就是整個 就變一個人 就是眼神有火在燃燒 就是眼神很銳利 然後就是我 就是要替隊伍拿下 這個獎盃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氣氛我覺得有落差 然後還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雨晨 對因為一開始 就不認識他 然後所以我覺得他有一點 有一點那種就是 偶像的距離感 對有點距離感 但其實他還蠻沒有包覆的 那第二季呢 有反差很大的嗎 刀哥 真的就是刀哥 對 因為一開始應該以為他就是前輩 要很尊敬他 沒錯 就是看到他可能就是 欸刀哥好這樣 但是其實他一開始就直接跟我們打招呼 就是非常親切的一個人 一個前輩 但是我覺得這些回憶起來 應該你們會很印象深刻 因為你們兩季都有待到 但是因為我覺得待的時間越長 就承受的壓力的時間也一樣會越長 而且你又常常被拿來經理們 就是我們選手們會被拿來比較 經理們也一樣會被常常拿來比較 你會很在意嗎 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都會比較喜歡活潑熱情的人 就是我相對來說 對那 那因為我跟果果的個性是完全不一樣的個性 對非常不一樣 對那我就曾經有收過私訊 就是網友會說 你就是節目都這麼安靜 那你到底存在這節目幹嘛 為什麼不直接消失之類的 當下還蠻難過的啊 就是我又覺得 我已經就是努力在 在 可能融入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比較偏慢熟 比較悶少一點 對那我也在努力就是 朝著比較活潑的個性前進 然後讓大家可以感受到這樣 可能他那個時間沒有到很快 不要不要 我不希望你太活潑 我會覺得很可怕 你忽然很活潑 你想像中的活潑 不是因為 我們對上的孩子們已經夠活潑了 我不需要再多一個很活潑的人 就像我們去花蓮玩也是 就我很希望車上是很安靜的 所以我都會說 我要載孟姐 然後孟姐就會真的很安靜 之後後面會說 嗯這樣很棒這樣 對 不然我很難應付 張婷又在旁邊一直跟我講話 然後凱蒂又在那邊說什麼 我更兇了 還有陳比利 陳比利 對然後陳比利又說什麼 反正就講一件很 所以我就覺得 載到你我會覺得很很棒 就是很安靜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為了去 因為被做比較而改變 因為我覺得這是 當然這是一個階段性的 就是放在一個地方嘛 因為但是你們樂天 應該更常被拿來比較吧 可是我覺得我們樂天還好耶 因為我們每個人個性也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的 粉絲其實都不太會重複 真的喔 就譬如說 可能喜歡我的是這一群粉絲 然後喜歡這個人的是另外一群 另外一群 然後每一個都有支持的 對 但是因為真的啦 因為我覺得樂天啦啦隊 可能人數也比較多 不會一個一個拿出來比較 可是因為在全明星裡面 真的就是只有兩個 所以就是會感覺比較特殊 那你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學到什麼嗎 我覺得 因為我們 當然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收到很多訊息嘛 很多人也是負評或什麼的 我們也會去調整 那你們也會去做調整吧 會啊 就是看完然後 當然比較 就為了罵而罵的那種就是 先刪 當然會難過 但是就是把它刪 刪除 到最大的就是 只要不要放棄 我覺得就永遠都有機會 接了全明星之後 人氣有水漲船高的現象吧 有啊就是 像IG或者是粉專都多了 蠻多粉絲的 你有印象很深刻的訊息嗎 不一定是全明星的喔 就是應該在之前樂天沒有的粉絲群 你這種忽然加入之後 有收過更多不一樣的訊息 有一個很瘋狂的訊息 就是有一個粉絲 然後他好像把我當成他的女朋友 然後他就是會大概三分鐘就傳一次訊息 然後就說 就跟我報備他的行程之類的 然後我可能就說 你有沒有過他嗎 沒有沒有 他說我真的很想你啊 然後我現在在幹嘛 然後你要記得吃飯喔 就是一直跟我對話這樣 然後他還說就是 什麼我已經準備好什麼聘金之類的 就是講一些比較幻想的一些話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怕 有更可怕的嗎 很可怕的嗎 當然收過那個就是照片應該 應該都會 有些很私密的照片這樣 那你點開來有尖叫嗎 沒有 因為很多人點開來 哇什麼東西 會到尖叫嗎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想說啊OKOK 你其實也出道蠻長一段時間了 就接下來是不是也有個人的作品要上 今年會推出我們的實體寫真 When 11月12月講不出來嗎 你公司電話給我 連這點也要打電話去罵 快樂快樂 去年我們是出電子寫真 對然後今年會出實體寫真 所以拍完了 已經拍完了 尺度 尺度是 就是真的是蠻大的尺度 這 有經過我的同意嗎 忘了問你 我覺得是這麼嚴格 沒有他們在對裡就是這樣 尺度他是經理 他有時候要照顧我們 我也是會把他們的事情都照料得很好 我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份感情必須得 一直延續下去 我真的必須說 就是CC真的是很照顧我們的一個媽媽 就是我們所有的事情 他都會幫我們就是準備好 然後處理好 或者甚至是就是一些規矩也都是他在訂的 對 幾點之後要睡覺 不能喝酒 幾點要起床 對然後幾點要起床 對 反正只剩下11、12月嘛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這一次真的有一個實體的寫真了 但因為疫情期間應該活動還不確定對不對 現在真的很難確定 就是正確的時間或是內容什麼 沒辦法捉摸這樣 但最近有出了一個新的EP嘛對不對 對 一起勇敢 請大家多多支持 是我們Lakuenangirls的新的單曲 你們單曲已經發了好多手了對不對 但是你每一個單曲你的造型其實都很類似 你有想要換造型嗎 那你覺得我適合什麼造型 沒有啊我有時候就是早上你記不記得我 有時候就會說你今天把頭髮放下來 然後你不要把頭髮放一邊 我就再叫你綁起來什麼之類的啊 你會想要考慮剪短嗎 會啊會想要剪短髮 但是我只要提出這件事情 我的粉絲或是我朋友都會說 千萬不要 為什麼 就我不知道欸 就是每個人都說千萬不要 你不能剪短頭髮 但我自己是很想要就是剪短一次 其實演藝圈還有很多的工作嘛 你自己還有想要嘗試別的嗎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要拍電影 我進拉堆之前我是拍廣告 對電視廣告然後跟平面 一直都想要嘗試比較大的作品 因為像廣告的話可能就是15秒 就看一下然後就欸就沒了 對然後電影的話可能就是 比較長的比較大的一個作品吧 長度比較長 就想要有一個收藏這樣一個作品 好啦反正我覺得這是 十一十二月有新的作品嘛 然後明年可能會改變造型 有一個新的嘗試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孟傑未來的不同的發展啦 期待我們下次見面了 好就是後天 就是後天 耶 好啦別人說真的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C-Book的朋友們 我是孟傑 歡迎大家來追蹤C-Bo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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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